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一定要练的足够多 你才能背得下来 你low andlow也好 他宽敬年轻敏 你看到他 他说他没时间 所以他把那些和弦和声记下来 那是因为他前面70年 练的足够多了 他对钢琴足够熟悉 他对整个的和声 对整个的调势足够熟悉 如果我们今天这一期讲出去 所有人说 我们不用看谱子 我们就记那个和弦转位就行了 一级六级七级 你会发现 如果你对钢琴不熟悉的话 你没有几十年在钢琴上这么练的话 你到时候照样还不如你去背谱 就你什么都弄不出来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经验是什么 就是小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 12、3岁、13、4岁的时候练的曲 我现在三年不练 我上台拿出来 我可能就重新弄一个 大概两三天 我就可以背下来重新上台 为什么 因为你有手指计 就是你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弹协奏曲里面 我我现在大概随时能上台的 有大概10到15首协奏曲 但是最熟悉的柴一拉二 全是我腹中的时候练 而且熟悉到什么程度 你只要给我3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 我就能练下来 我就能马上上台 就不管你是三年没碰他还是五年没碰他 就可以因为这个记忆就在手上 包括我弹的西班牙狂养曲 原来那个时候练就副中的时候练过三五年了 比特鲁士卡等等 我现在随时你现在让我上去 我都能给你弹 所以我已经有三年没弹过这个曲子 四年没弹过 你还是能记下来 但是它不是你的脑子记忆了 它是你手指的条件反射式的记忆 就你弹完这个音 下一个音你手自动就过去 如果你不想那么多的话 你就靠手它是能记下来八九规律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记忆方法就是这种 就是你练的足够多的时候 它就在你手上形成了 形成了这个就跟骑自行车 你骑上之后你这辈子不骑 你那个脚还是会蹬你还是会掌握 我觉得有这种 袁老师讲的这种肌肉记忆 尤其像你指的这个小的时候 我们手里也都会有这种小的时候的曲子 就是什么时候上台都是非常勇敢上去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没有心理阴影 就是因为从小一直演 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曲子 出了一次错之后 第二次就有点心惊胆战 但是小的时候这些曲子 就是真的是没有阴影的这种 上去随时都敢掌握 如果想不错的话 其实对如果想不错的话 就是千万不要听袁老师 我曾经哪里错过 所以经过两位老师总结 我发现这个确实是这样 就是无论你用哪一种记忆方式 就是视觉记忆也好触觉记忆也好 就是听觉记忆也好 其实都会最终落在一个触觉记忆上 但是我听说很多的学生们 包括我在教育中有发现 好多人弹琴的过程中 就是弹着弹着突然就完全想不起来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完全使用触觉觉 就是肌肉记忆之后造成了一个后果 那么有些人在背巴赫的时候 因为我有时候会要求学生 因为巴赫是怎么办 他需要用到强的逻辑思维 然后你也要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你还要很熟练的去记住他的手感 很多人是没有可能用这么长时间 因为一个学期一共就三四个月子 对吧 所以我给学生们留心取的时候 第一件事说千里八分 对吧 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但有些学生因为时间足够长 他谈着谈着基本上都睡着头 都可以把这些谈完 可是他在舞台上的时候 或者在考试的时候 一紧张或者说心里一变化 他这个身体啊 实际上容易出现这种僵的这种情况 和平时谈的时候就不一样 那这种肌肉记忆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偏差 导致了你不会谈好 那袁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是因为袁老师是一个舞台 非常丰富的演奏家 对吧 他在上台的时候谈那些 像王老师也说了 特别有这种把握的作品的时候 是不会紧张的 就是谈半个小时 练半个小时就可以上台 对吧 那学生们则不是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希望 通过两位老师 这个个人的经验来 来希望灌输给我们的学生们也好 听同们也好 这个一定要 这个是给我们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听上一期 怎么解决几家的问题 是吧 练起来 对 我们这个也是连着 这个地域之间的方式连着 我们的节目是连本的 我觉得刚才 英南老师说的特别对的 就是你绝对不能 只是单靠某一种记忆方法来记忆 反正起码像我的经验 就是我仔细现在分析 因为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 用各种各样的记忆方法 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肌肉记忆是必须的 因为肌肉记忆实际上这种条件反射在你最紧张的情况下哪怕你的手僵硬的话你大概大概率90%还是能完成下来 就是你紧张到 就是紧张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你的神经神智错乱了就是你已经不知道下一个印在哪那这个时候你都你的意识已经不知道下一个印在哪你怎么把这个曲子完成你就只能靠肌肉记忆了就是你就是闭上眼就蒙吧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音是在上方几度上方几度哪怕不准是上方五度你想成了上方六度但是他起码是那个方位那你怎么在神智错乱紧张的情况下还能进入上方呢这就是一个肌肉的记忆嘛所以我觉得最开始一定是肌肉记忆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方便们走就是一个最最最基本 我差一句啊杨老师你有没有试过用肌肉记忆的时候突然坦错了因为他你比如说你的肌肉记忆是个连贯的体肌就是你出拳之一样你如果绕一下突然那个位置变了的话那个会出现当然了你有没有试过当然了就包括手这个琴如果说从光滑的剑子变到这个象牙剑子吸汗的那种你的触感不一样之后你是会扰乱你整个的肌肉系这肯定所以我就说肌肉记忆是一个基础然后你要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啊比如说像 我我我就是唱旋律我我自己总结自己就是呃我会给自己在这些曲子上面设定很多的这个就是安全点啊就是这个safety zone就是在这些安全点我会一定死记硬背就是我一定 硬背到就是每个音这个音后面是哪个音这个音就是我一定要记得清楚他是就是非常非常清楚他是什么就是任何的时候我都能跳到那个点就哪怕我中间错了我能马上跳到那个点 继续往下再接下去就是我就是你那个点是一种肌肉的记忆呢还是你听到那个声音呢还是你记住了他那个和弦是用视觉记忆就是我完全能把它默醒下来就是我都知道那个音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性就是我都已经能记得下来他是16分音符还是32分负点就是我会记得非常清楚的 我稍微插一句好袁老师我这也是突然想到的就是很多时候肌肉记忆是真的是在一个把位很小的时候是很保险但一旦有跳跃就如果说你是跳八度还是九度肌肉记忆是容易犯错的 所以往往对于我来讲就是每当有跳跃我就记住下一天跳到那我是心里知道是跳在兜还是声兜还是right上面不靠肌肉的但是当他是一个非常小范围内的跑动肯定是要记忆肌肉记忆因为你的脑子都跟不上手要比脑子快得多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整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fundamental是你的肌肉然后其实你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我说的我的安全点包括像石军老师说的就是说他有些大跳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用各种各样的记忆方法比如说你是去去记那个拉西兜去记这个音也行你去记这个旋律也行你去记这个和声进行也行就是你要用一种比比较特别的 特殊的手段或者说就除了你的肌肉记忆之外的各种手段去记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达给整个的就是我们分享的经验也好就一定是要用多种多样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记忆没错没错是这样对 我还想接着这个王老师之前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提到了现代现近现代作呃我自己在个人演奏的过程中教主中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啊 离我们生活越近的这个时代写越难辈这个最难辈的东西呢其实其实离我们越近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钢琴教学喜欢这个追根素本从刚开始啊按部就班的基础来去学习我们练的最多的实际上是车尔尼练一曲啊接下来是肖邦啊当时那车尔尼练一曲呢其实和海顿莫达特贝多芬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他的和声结构也好弹法也好包括音阶爬音的这种使用方式是非常相近的也就是我们在基础学习最早接触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其实是最牢固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弹过钢琴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五点基础他在接受新的东西的时候是不会那么难不会那么难的但是我会发现另一个问题 当我二十几岁开始第一次接触普洛克毕夫和斯科雅兵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哇他的和声对我来说是很轻盈的在我耳朵里我是没有这个概念虽然我平时也听但是我真的弹起来的时候是很陌生的我弹到这个和声哎哦原来这个手琴这个把位这个这个弹法能弹出这样的和声来哎包括王老师既然说那个大跳在很多近现代作品非常多啊这种技巧其实也是在比你越近的时代 才会越出现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个建议就是我希望这个秦童们啊就是千万不要止按部就班的去练习 却尔尼也好贝勒登也好海顿也好啊就把这基础打这个劳固也好这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去谈一谈比如说像斯科雅兵啊尤其是拉维尔的东西拉维尔和德标西的这个逆向派的这种声音的东西哎一定要早一点点接触让你的这个头脑里能适应这样的声音和适应这种这种适应这种技巧的这种方式啊怎么谈的让你的肌肉也好你的这个视觉感觉也好还是你听觉思维也好能有一定程度的去适应这个东西呃 杨老师这个谈的 杨老师你接着说啊我就稍微接着你就插一句啊就我觉得说真的我跟他想了想就是两位老师都在说近现代的比较难被其实我印象中呃印象就是那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派对我来说其实挺挺容易被就是我被普罗科夫耶夫这些我包括斯拉斯基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从我第一次认识他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跟 记忆方法有关比如说我其实很就是我的肌肉记忆很强我的肌肉记忆很强所以当我碰到普罗科夫耶夫就是这种呃近现代的东西他们其实他没有什么旋律你知道吗他旋律的规律非常少去记那个cord progression也不限制你说普罗科夫耶夫你怎么记这和声转位所以其实普罗科夫耶夫包括他第三钢琴协奏曲啊等等其实你说真的就是肌肉记忆的多啊然后你再加 加上比如说刚才呃时轩说的那个就是大跳舞要哪几个音就这种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记肖邦的曲子背肖邦的曲子不能这么背因为肖邦的曲子他是曲律加和声的多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走着他的旋律走着他的这个什么的我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的事儿就是市场列尔学好走遍天下真的是我有了一次上台的时候弹肖邦的第三奏名曲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记旋律和呃就是呃左手的这个和声 就是因为肖邦嘛然后我其实就是很喜欢那个旋律啊每天有时候在唱课的时候都会哼着就跟着一起唱我说真的就是因为我市场列尔好我当时手的肌肉记一下断片了就是 但是忘了是声发还是这样咪还是哪个音了 但是我那一整串音我就完全是靠那个脑子里血上列尔一娜旋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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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ell就是靠那个弄下来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是记了一心的光所以才背人你包括像这个 uh 贝多芬莫加特我现在的一个经历包括我去弹这个贝多芬的纲写奏曲 er 包括有一些是我心恋的我去演出 我就发现当你用这种结构的方式去背贝多芬 用和声的时候是特别容易背 就贝多芬的东西 你就知道它145172 它那个和声在哪 就像石正刚才说的 你不用记它是DOMISO还是MISODO 你知道它是COR就行 你谈一个SODO ME都没事 因为它都在里面 所以然后你记住它的结构 就是城市部完了 在线部 然后回来一个X部这个地方 就是你把这个结构记住了 其实贝多芬跟莫加特很容易就出来 然后肖邦里斯特浪漫派 我觉得你要记他的和声 你要记他的旋律 记他的整个的肢体 然后我觉得到近现代 真的是要靠肌肉记忆更多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你各种各样的方法 像刚才我为什么打断刘云南老师 就是他刚才说每一个都得涉猎 我特别同意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比如说我 人家就要吐槽一下 对吧 所以你什么都得练 你什么都得补齐他 你才能为我自己所用 得多方面的这种下手 我反正斯克里亚宾我真的不行 我知道 英南老师经常看斯克里亚宾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背的 反正我说真的 我背斯克里亚宾真的特别难受 因为我接受斯克里亚宾有一个晚 我是在上大学之前 才第一次谈他的这个练习曲 大家可能都谈过那首八度的 然后我紧接着就喜欢上这个 我就开始设大量设计的作品 谈了很多他的练习曲 什么十字歌集 包括作品曲 我发现斯克里亚宾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早期的中期的和晚期的差别特别大 尤其是晚期的东西 和早期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早期的作品 其实你对肖邦和拉宁洛夫 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你谈起来其实并不难 但是往后去的时候就比较难 因为那个声音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不适应 因为他不和谐 对吧 王老师 我记得之前谈过很多这种 逻辑词为比较强的东西 你在这个问题上什么看 我就插一句 这个之前袁老师讲的 他把一个非常大框的一个说 哪一个时期 哪一个作曲家的需要 大概用哪一些记忆方法 我觉得这个辉纳非常的好 我就插一句 他指的这个 就是说什么肖邦啊 书卖啊 这种有旋律的 这种曲子一定要被左手 如果断片一定是断左手 因为就像袁老师讲 我们都学过时尚烈 你就是这个记忆 就肌肉记忆断了 你就还能给他唱出来 对吧 我可能我换个调 我都能再喊一遍 但是这个和声一旦断片了 真的是 真的是不行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议 另外我想再跟大家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就是前几年 我看到一个这个大师班 是一个 现在在Rice University 曾经赢过莉兹 应该你们有听说过 叫Dr. Parker 就一个帕克的一个老师 他非常好 现在还在活跃在美国的这个舞台上 他讲一个他赢莉兹的时候 他赢莉兹第一名 他赢莉兹的时候 有一个他说对自己来讲非常重要 而且很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 就是他二轮的时候呢 是新学了这个拉哈马尼诺 这个布拉姆斯的这个帕格尼尼的变动区 他新学的 所以他上台之前呢就很慌 所以他就一直在看谱子 但是他看谱子 在一边看一边谈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忘掉了这个左手应该是什么音 所以他就马上想翻到这个地方 结果这个时候灵响该他上台了 他还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他说这个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所以说他就弹到 因为这个是变奏曲 他知道我这个第七变奏挂掉 不是我第八变奏我忘掉 所以说他在弹到那个变奏的时候 他说他试图去溜号 他试图说我想点别的事 我就让我手自己在那动 他说肯定我那个曲的那个变奏弹得特别差 但是我混下来 所以其实就让我觉得 就让我觉得就说 因为我们的经历都是 大部分是靠肌肉的记忆断掉了 所以应该靠脑子 但是也有的人在极端情况下 是靠脑子断掉了 但是他再回来靠肌肉 所以说其实也许这两个是一个 就像两条腿走路都应该有 都应该去发挥的这种东西 另外还有一次 当然这是我一个教学上的一个试验 因为你们都在美国读过书 你们都知道 美国人从小是不学 斗篮密发搜的 对吧 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唱名 音名叫CDFGAB 对吧 那么美国学生到大学 先学什么是东 什么是乱 当然我当时我记得大一的时候 我都蒙掉了 怎么还学得起来 因为美国人确实不学 那么我有一个学生 背一个barber的一个前奏曲 有一个夜曲 那么对他来讲是和声很困难 然后也是肢体上对他来讲比较困难 我就说你能不能把他当时唱的耳一样 我就给你留个作业 你把他当事儿按drami给我唱出来 所以他就练了一个星期 按drami给他唱出来 最后他发现他的嘴在帮忙提 就是他的嘴在告诉下一个人是me 然后他坦的 你下一个人是拉 他在坦的拉 所以当时我就想好吧 那你就说你有muscle memory 手的muscle memory 你有用你的脑子的这种memory 你还有一个mouse memory 对吧 你无论是什么样的 就像袁老师讲的 只要有方法 我们都马上来填充 那么一旦说 你把这种给背起来之后 那么你就需要上台的时候 回看上一期 对吧 怎么样能够在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下 还能够让你平时能够 把它谈下来的这些方法 能够在台上还能够有效 好 非常非常好 那经过我们三位老师的讨论 你发现这个背捧这件事情 是一个既困难又有趣 然后又是一个长期训练 得到的结果 而且三种记忆方法 缺一不可 至于你最后会倾向于用哪一种 绝对也不是独立存在的 那希望我们三位的这个经验 和这个说法 能够对各位观众朋友帮助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 结束了 再次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支持 我们的音乐心情室呢 将会在各大视频网站上上线 希望大家踊跃提问 提出你的想法 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也会在视频里面 给大家去解答 那么视频公众号 请搜索微信三人弹琴 我们的视频将会在公众号的首发过程 再次感谢大家 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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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